OK,我們已經寫完剛剛那個翻譯系統了 所以請各位稍微看一下這邊 你可能會有點意外 我們翻譯出來的東西跟你想像的可能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要發明一個語言翻譯系統 但是我們希望這個翻譯系統翻出來的英文 從中文翻成英文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翻出來的英文不是傳統的英文 我們希望它翻出來的英文是八級英語 那八級英語跟中文可以一對一對照 因為它是一個人造語言 你可以讓它一對一對照 一對一對照有非常大的好處 因為對電腦來講或對翻譯系統來講 一對一對照都是非常夢幻的一個功能 但是現在問題在人而不在機器 機器做這種一對一對照的機器翻譯 絕對是輕鬆愉快的 但是人而言要讀這種機器一對一對照翻譯出來的語言 你必須要學會怎麼解讀它 所以我們現在做了這件事 稍微看一下這個結果 應該看得到吧 會不會太小 放大是用加號 這樣應該夠大了 我們翻出來的結果 我先清一下 我們翻出來的結果長這個樣子 中文是想明有五個蘋果 給了小華三個蘋果 請問他還有幾個蘋果 那英文翻出來它是 shall me have 5 底線代表那個字我不翻了 所以shall me have 5 apple give小花 3 apple q 問號代表說我們在問問題了 這是八級語裡面的問句的問法 然後一個問題 用q 問號開頭 ok 或用q開頭就好 反而更順 q he still on n n代表我要問一個數字 對 n apple he still on an apple 你這樣看不看得懂 他到底在問什麼 但是你要去習慣這種八級英語的語法 你自然就懂得解讀他 shall me have 5 apple 這對於外國人來講是ok give小花 3 apple 這都還順 最後一句 q he still on n apple 代表我要問這個 所以我應該把這個q的問號或許拿掉 因為這很怪 這裡問號這裡又問號 所以我覺得乾脆把它拿掉會更容易讀一下 因為只要一q開頭 就代表說 他是一個問句就好 所以我們當場就改 shall me have 5 apple give小花 3 apple q he still on an apple 好 那這就八級英文 做完 好 我們這一個語法還不夠通用 因為他還沒有處理到 例如說 顏色 屬性 之類這種東西 那 怎麼樣子讓他可以處理更多語句呢 其實不難 我再加幾條規則 我們就可以來處理這種語句 我們剛剛看到的規則 長這個樣子 欸 規則 我們的規則只有 這幾條而已 我們目前的規則只有這幾條 好 直接看裡面 我們目前的規則只有這幾條 這裡不能放大 看一下 是等號 好 我們把它弄大一點 我們現在的規則只有這幾條 而且主要是這一條 我當場就把它改掉 當場改掉做什麼呢 我們八級語的屬性 其實很簡單 你看這個 剛剛那個是NP 這是一個NP 那NP呢 它是這個樣子 可是這其實不太符合八級語的完整語法 所以我直接把它改掉 我們加一個SP SP 代表說就像NP一樣 只是它是一個以S為主詞的P OK 所以呢 我們就SP裡面 它有一個主要的磁性 然後呢 這個主要的磁性 對 就是它的 位於它的中間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做 來 如果SP 碰到這個 is tag is tag 不對 這裡應該往下 這個 if e 是 tag tag tug overcase 這是小寫的 好 那我就把這個小寫的吃掉 小寫的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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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這個 先把這個 好 我們 加個磁性 這個 tag 不要用tag 我用大寫的t 然後呢 大寫的s 大寫的s 然後呢 小s就等於這一個 然後 如果它是小s的話 好 我就把小s吃掉 小s吃掉 小s吃掉 嗯 它可以有很多個小s 所以我 我 直接用wile 直接用wile把它全吃了 好 接下來呢 就會碰到大s 大s可以有幾次呢 基本上 一樣可以有無限次 然後呢 我們就再做一次 小s 所以這個語法 到底長什麼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對 這裡 大s應該至少要出現一次 先 這個語法應該長 s 星號 大s 加號 再小s 星號 好 加號代表一次以上 所以我們這邊 Next 用都wile 一直做做到不是 不是s 不是s 維持 好 這樣子 這個就做完 sp就做完 所以我們把sp 做出來 好 那接下來我其實就不需要剛剛的 np 那些的 我就很簡單 把這個語法改掉 改成vp ok vp 然後呢 這個 np np 這些是不需要動的 但是n已經不需要了 這個qqqqq還是留著 好 所以 所以 來 剩下的 這個 先拿掉 這個已經不需要了 欸對 這個還需要 抱歉這個要改 np呢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 這個 等一下看 小n 呀 可惡 好就這個 好 欸 那我照套剛剛的就好了啊 嗯 想想 好 ok 所以 暫時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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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暫時 暫時就 就把它註解掉 好 因為我發現 這樣比較通用 好 sp sp sp就是像np一樣的東西 只是它是以s為主詞 s 譬如說如果s是n的話 那它就是np 如果s是v的話 它就是vp 嘿 就這樣 ok 所以我們剛剛馬上把它寫完 好 那寫完之後我們就可以來測試一下這樣的語法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np了嘛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np改掉 我們要把這些np改掉 等一下 等一下 這裡我要調整一下 因為 這裡的 view edit 嗯 哦 這是Vidual Studio Code 我以為是subline Vidual Studio Code 好像這裡不知道怎麼調整 就這樣吧 直接 直接弄過來 好 這樣子就ok 那接下來 q沒有改變 q還是一次 對不對 q還是一次 接下來 v這裡 就不 就 就改變了 他說如果 is tag 就np 對 沒錯 這個是 欸 欸 這個語法我們剛剛實作的時候 跟那個就不一樣 這應該是信號 因為它可以有好幾個np 對 好 那先這樣 然後這裡 這裡就不用了 這裡就直接寫 哦 錯了 錯了 這裡np應該寫成 sp 然後n ok 寫這樣 它就是剛剛的np 這邊就sp 然後呢 v 那 它就是vp了 好 那這邊一樣 sp 好 這樣就把它做完 好 這樣就把它做完 它就得到了 連續的np 連 接下來一個vp 然後再來連續的np ok 好 然後結束 ok 好 這樣子就句子完成了 但是我們要稍微 稍微 調整一下屬性 因為我們這裡就沒有d 我們這裡就沒有d 我們這裡就沒有d了 那我得要 要考慮幾件事情 對 因為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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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需要一點調整 不過我們暫時先把語句改簡單一點 這樣子可以適用目前這一個語法 比較簡單一點的語法 好 所以沒關係 我們先 就拿它來做 那 ok 欸我們剛剛已經看過了翻譯了吧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拿它來做 來 呃 現在去執行一下這個程式好了 看能不能執行 他會有個問題 對 他一定會錯 這時候一定會錯掉 為什麼呢 你看 第一個 這個tag 這不是那個錯誤 這個是 這個是這個錯誤 好 你看他 跑到哪裡 他error了呢 他說 這個error我應該把它印出來 我才知道error在哪裡 所以 我不應該直接true 我應該把它印出來 再true 所以我在這邊呢 先印 else 這strue 就是丟出一個例外 程式會停止 好 那else 我現在呢 做一個 rror log 把剛剛那個印出來 word的印出來 這裡既然用了這麼多word 我把它稍微 直接宣告個變數w 好 bw 等一下 omwords ok bw ok 這裡 直接 直接取掉 直接取掉 加加就好 這邊呢 return 就是return w就好 ok 然後這邊就錯了 有錯就把w 印出來 好 這樣我們就知道錯 目前pass到哪裡錯了 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做到小明就錯了 第一個字就錯了 天啊 好 所以這裡就要改了 對 為什麼我們的語法不合 來看一下 為什麼語法不合 第一個 如果是q的話 就是起q 然後如果 不是v的話 就做n spn 第一個就錯了 好 就 先給各位 稍微把剛剛的程式先看 我的翻譯放上去了嗎 剛剛的翻譯放上去了嗎 翻譯系統的程式放上去了嗎 我看一下 如果放上去了 先讓各位 先讓各位看那個翻譯程式 啊 我沒有把翻譯留下來嗎 呃 不 好 沒關係 我先另外存一個檔 ntmass 壞 啊 動太快了 沒有把翻譯留下來 好 沒關係 然後現在呢 另外 再存一個檔 ntmass2 然後 然後 我把 剛剛那個 ntmass1 呢 這個東西 改回去 把這個東西改回去 把剛剛的 加的東西拿掉 這個s 沒有版本管理系統 這個第一版 第一版剛剛是這樣的 V 新號 V 不對 問號 V問號 V V問號 對 剛剛第一版是這樣 然後 所以當這個 不是的話 就 這個用spn其實是沒有問題 不行 這裡要用np 還是 改回剛剛那個 啊 忘記用版本管理系統 這時候就發現版本管理系統很重要 不然剛剛那個翻譯系統就做完了 這個我先拿掉 這個是剛剛的第一版 這個 這個 ok 它是 大D加小D 加N 好 恢復恢復 快速恢復看看 我們現在去做這個第一版 改太快了 改太快了 小明的地方又錯了 我是用mtmax 應該mtmax1 看一下 小明的地方錯了 哦 這裡不能先加加 對 因為 加完之後 就 要做完再加 先加 先加的話就 哦 還是在小明的錯 錯在哪 In mistake like 改太快了 s q 抱歉喔 有點失誤 那我應該在錯的地方把tag也印出來 這樣我才知道到底為什麼錯 是錯在這裡耶 不是在小明錯了 其實是錯在這裡 是在了的地方錯了 對小V 忘記了 小V沒用 忘記把版本留下來 導致現在要當場出錯 好 OK 這樣子應該會過把希望 好了 OK 這一版先給各位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 等一下我們再把8GE的部分改出來再給各位 好 我先給各位翻譯這一版 如果各位擅長觀察人家寫程式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你現在可以觀察我寫程式的狀況 不過一般人是看不下去 不過真的你可以試著 觀察一下人家寫程式的狀況 這是一個 翻譯小學術的測驗體 我們叫MDMAX 我們叫MDMAX MDMAX MDMAX 含起來 最快的 好 嗨 漂亮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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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叫markdown 順便可以觀察一下現在程式的人寫文件到底是怎麼寫的 雖然感覺各位一定會覺得很無聊 因為我剛剛犯下的錯誤 但是順便觀察一下或許會有不同的想法 OK 好然後執行結果 執行結果長這個樣子 翻譯小學數學測驗體終於恢復了 剛剛不小心砍了 這裡寫錯了 剛剛那個滴滴應該加個問號 滴滴應該加個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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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各位先看懂這個翻譯程式 我們再來講下一把 先看懂這個翻譯程式 我把它也貼到測檔上面去 翻譯程式先去看一下 翻譯小學數學測驗體的這個程式 我當場再去改另外一個 我當場再去改另外一個 我當場再改善 先喝一杯 開口 這是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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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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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来 阿吉宇的这个方式真的成功的话 各位刚刚就目睹了一个历史事件 当场在课堂上面把这个系统给做出来 我们现在来看我最后改的版本 这个版本我们直接看这个版本就会比较好看一点 现在我把这个字兴 当场就把这个字兴致就是小明小华小立大熊你我他之类的苹果橘子 动诶是有个字兴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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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兴致那五三个字条 посмотрим 《所以 Nemt Representatives 》 divor 么的意思是有什么urimes свою NASH yeah真的是大型 halt �有 code感じ 那我们把整本的翻乱字兴致就直接放进去 小明一定翻成小蜜 小乏一定翻成小化 OK吧 这没什么 他就翻成he 你就翻成u 我就翻成蜜 这个就只是个字典而已 但有几个地方比较特别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g会翻成n 问号 OK 请问会翻成q 这是资源八级语法 其实到最后可能 这个就改成问就好 在中文就反正就问就好 请问也资源就好 把它请当成小q 就可以资源掉 然后呢 你会看到我们的程式码 其实没有改多少 只加了一个翻译的功能 这翻译的功能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如果字典里面没有定义 那就把原文给传回来 字典里面没有定义的话 就把原文给传回来 否则的话就传回字典里翻过的文字 OK 那 这边的next这里 我刚刚出错的一个地方 就是在于 我这个wy++太早加了 那我取得之后呢 翻译完之后才可以加 我一开始就加 它就跑 is tag就在判断下一个就会有问题 那这样子 一样 这个文章 整篇文章 几乎没有变 那这里改变了 一个句子 是一个问词 这个Q不用再加温 哦对 Q要加温 因为它是那个 出现零次为一次 一个疑问词 再加上一堆名词子句 再加上动词 应该不叫名词子句了 这叫名词短语 再加上动词短语 再加上名词短语 n次 所以这个Q 是零次或一次用一符 如果是n次的话呢 就用file 然后一次的话就强迫用一次就好 n次的话又再用file 然后最后结束 那这边呢 sp 就是 以s为主词的短语 ok 那 s加就是说 因为主词如果是名词的话 它可能会是复合名词 复合名词 比如说 行政院长 现在行政院长是谁 陈良基吗 不对 教育部长陈良基 教育部长如果是个名词 那陈良基又是个名词 那这会名词短语 连续两个名词 也可以 ok 好 那动词一样 打 是个动词 推打 是动词加动词 ok 那就要考虑要不要支援另外一个 现在的方法是没有支援下 又推又打 没有 ok 好 那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做完了 它的翻译结果跟刚刚基本上就还是一样的 就跟刚刚基本上还是一样的 小明有五个苹果给了小华三个苹果 请问他还剩几个苹果 最后翻译出来 小明 have five apple give小华 three apple queue he still on an apple 做完 八局语的系统 规则 就这么简单 好做 那你会想想 有些语句是不是不能套用这样子 那没关系 因为我们规定语法 所以我就只要 只要能够把那种语句纳入八局语的 语法里面就可以 那我们就再把这些例外慢慢加进来 它就越来越完整 变成一个完整的翻译系 所以目前我今天改出来在这个版本 那现在呢 我已经把它放上去了 刚刚翻译小学数学测验题 第二版八局语版也放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一版 跟刚刚的第一版有什么不同 那你再想想 这样的语句能不能用来达到沟通的目的 还缺什么 有什么样的范例是它不能支援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这个系统就此代之来 大概是这样 现在只缺字典 字典 不够淡 各位试试看 仔细看看这个系统 各位试试看